行政院长苏贞昌 他之前有一个反质询的言论 引发大家的讨论 认为说你这个官员 在被询的时候 可是当立委在质询你 你却有很多样的声音 认为说官员不应该被狗骂 我们就来整理一下 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一个状况 最重要的是行政院长苏贞昌 其实他在每一次的视察 或者是在一些记者会上面 他对于官员 对于下属 他的态度一向都是非常强硬的 那强硬的态度 甚至有的时候会让人家觉得 你也太不给人家面子了吧 我们就整理了这个事件 我来带大家看 在2019年的1月时候 当时苏贞昌在淘机视察 防疫的非洲猪瘟 那个时候就骂官员说 防疫这么久了 你怎么对业务还不太熟悉呢 在同一年的4月 台铁的副局长 在苏贞昌致辞的时候 有在台下可能稍微讨论一下 等一下要跟院长报告什么 苏贞昌也就是非常的不满 认为说你做什么工作 你应该先把功课来做好 特别让大家有印象的是 在2020年的5月 那个时候高雄荣总的院长 答不出苏贞昌问的问题说 这个分院里面有几个停车场 因为那时候正在施工当中 问停车场这件事情 院长答不出来 结果就被苏贞昌说 你还说你行政能力很强 这个整职是在大众面前被酸 那还有就是在2021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新竹县的教育处长 不知道说校园四周 有中了什么数 这个也要被苏贞昌说 你简报做得很好 但是你是不是没有想到 我会来问数 这个调侃还有羞辱 其实苏贞昌的事件部 语录算是非常的多的 所以在国民党的文传会主委林涛 他就有说 其实习惯收入官员的就是苏贞昌 远之怎么看 苏贞昌都自以为高尚 所以他常常就会骂别人 你看医院院长 我就觉得最受不了 医院院长人家把医院方方面面都弄得很好 但苏贞昌就要觉得说 我比你官大 我比你高人一等 所以我故意要问你一个问题 让你答不出来 想一想去就问你家停车格有几个 还要他没有问说卫生纸里面马桶长度 他就是想要觉得说我就比你厉害 所以那这个是他的自卑心作税 因为最主要是他2018年的时候 跟侯友宜选举输了快30万票 这个是一个很丢脸的事情 在我们新北市从来没有发生过一个 市场候选人输30万票 苏贞昌是第一个 所以后来他运气好 败选者联盟当了院长 就开始自卑心作税变成自大 就是好像都觉得自己 就怎么样都要压过去别人 所以才会问别人停车格几格 这么无聊的问题 然后另外一部分就是 我觉得他的情绪控反真的有问题 因为除了刚刚主播 所讲的这一些 他辱骂官员的事情之外 我们试一下也有听到一些 其他的媒体人 或者是跟绿营比较熟的人在讲 甚至民进党人自己都在讲说 有跟苏贞昌共识过的 很少没有被他骂 大家都非常怕他 而且都是这种辱骂 那种很大声的辱骂 甚至有时候那种粗话都飙出来 所以他的 他的这个情绪控管 有很大的一个问题 那么 那他是这么样的一个人 我是觉得最可耻的是说 你现在是做贼还抓贼是不是 你骂别人出名的 或者是你在那边自卑心 所以想要去考别人出名的 结果你现在一副变成 变成好像人格者 说你们不能谁骂我 大家以礼相待 什么你们如果对我以礼相待 我加倍奉還 你以为你是败得直訴 我还加倍奉還 我觉得他是 他就是这个已经觉得这一波 批评他的声浪已经太大 所以他想要洗白 他现在讲说 讲说官员骂立委的时代 已经过去了 什么意思呢 是说我好可怜哦 以前都是我被你们骂 可不可以劳热我现在立委骂官员的时代 已经过去了 他大概是 他是这个意思 其实完全在颠倒黑白 各位如果说回到当时 这个事件的刚开始 蒋万安跟苏丁昌的质询 蒋万安问的问题哪一点不对 蒋万安就是想要了解 电能不能够确保不会停电 这么简单 苏丁昌答不出来 硬去给人家扯人家什么阿祖阿公 讲那些五十三的东西 然后恼羞成怒 说阿祖阿公 以前也叫我反攻大陆 还骗我去当兵 那不知道你讲到什么外太空 讲到外太空去了 那 我觉得很兜啦 觉得非常兜 那现在自己又在洗白说 是因为你骂我 都讲话你骂我 你帮我当狗骂 所以我才出言不逊 我才这么没水准 我的没水准是被你讲话逼的 其实根本就 我觉得他只是在 白这个事情而已 但回过头来 我还是觉得我觉得 苏贞昌这几天来 一连串的表现是大扣分 为什么呢 中间选民很讨厌 苏贞昌这种表现 觉得你到底在干什么 一个行政院长 领这么多纳税的钱 在立法院不好好回答问题 扯东扯西 然后一直反咨询 要告诉大家不停电有这么难吗 不停电比反攻大陆还难吗 大家会反弹会反感 但是有一些绿营的側翼啊 高潮就觉得变得好棒哦 好会讲话哦 哇塞 菜市场第一吵架王 然后好像一副就是苏贞昌 押过了蒋万安 所以苏贞昌就变 我觉得其实苏贞昌大扣分 苏贞昌你可以再回来选 我们新北市啊 你这一次再回来选啊 看你会不会输超过30万予票 绝对会 因为中间选民关心动电的都会唾弃他 那我 大家觉得苏贞昌自己知不知道 他绝对会形象很差 也会 但他没差 为什么 因为他没有未来了 他现在唯一的功能 不是做行政院者 唯一的功能就是 当一个 泼粪者 在立法院 碰到蒋万安这种 国民党未来可能的六都市长候选人 就用泼死的方式把蒋万安 泼臭 好像一副就是好像他吵架吵赢 蒋万安 可是实际上泼死者在泼粪的同时 自己身上也很臭 但是苏贞昌他不在乎 因为他身上的臭 可以换得他行政院长越做越稳 为什么呢 因为蔡英文会感念他 这股情会认为 啊 蒋昌啊 哇塞 你帮我们泼粪 这种泼粪的工作也只有你在做 因为你一死猪八开水烫 你已经够臭了 所以只有你可以做这事情 我继续把你留在院长的位置 让你做泼死的角色 所以苏贞昌表现越差 位置做的越稳 他就像一个稻草人 稻草人吸盖很多箭 可是蔡英文就躲在后面 越做越稳 所以其实我觉得 除了骂朱贞昌之外 其实最可恶的 我们国家现在 最可恶的人就蔡英文 就是他默许縱容 甚至民事暗示叫苏贞昌 败演这种烂角色 然后他就可以躲在后面 安逸的 不用做事的 领总统薪水 位居总统高位 可是不用做总统事 这就是我认为最可悲的 最可耻的地方就是蔡英文 OK的确因为民进党上任以来呢 我们可以观察的是 有很多的双标嘛 跟很多颜色 对了就对了 所以呢 不管是很多的批评 我们觉得 大家都可以来检视 但更重要的是 我们希望我们的行政院长 能够有容乃大的 接受外界对他的任何批评制 脚尖非常感谢原汁 谢谢谢谢 谢谢 今天呢 要推荐给大家 使用我们这台旺旺水神 微酸性电解次氯酸水的生成机 好这一台呢 其实非常适合 不论你是日常家庭使用 又或者是你家里头是 开门做生意的 有很多防疫需求的话 都非常的适合 谢谢大家